阿莫扎西今天以男人之痛 粉碎外界指他因健康亮紅燈 很快便會辭職的傳聞 完整內容請繼續收看 12月4日的百革大事記 晚上好 我是家炫 登加勞州大臣阿莫山蘇里 上週六 以王者姿態 為一黨保住了甘馬晚國席 近期與國盟走得很近的前首相馬哈迪 今早就發文告奉勸巫統 不要再與行動黨勾結 否則支持率只會繼續下跌 分分鐘在第16屆全國大選被徹底消滅 他抨擊巫統已經被金錢蒙蔽雙眼 不再為種族 國家和宗教而鬥爭 一心只想拯救共謀犯罪的領袖 在馬哈迪看來 要拯救巫統就一定要與行動黨切割 拋棄故事的領袖 並重新重視馬來人的問題 當然 是波斯固為敵的馬哈迪 也不忘指名道姓 直言正是納吉摧毀了巫統 另一邊想 儘管國盟聲稱這是一項民意公投 但國政兼巫統主席阿莫扎西 卻不認同此說法 並嘲諷國盟根本是在做白日夢 只能把干馬尾14萬一千名市民的投票 當城市公投 保持自己因為健康問題 而辭職的謠言 尷尷尷尷尷尷尷尬 我們不懂得全部 我們不懂得不懂得不懂 換個焦點 針對日前一名女子在社交媒體控訴申請護照時 因不懂馬來文而遭官員刁難 內政部長蔡富丁今天出席活動後回應到 此事件不應該成為一個課題 因為掌握好國語是國民義務 絕對不能妥協 聖對學院 校正正正主義 則法律室是法律和音樂文 而學習法律先生 不懂得正常瓶 所以根本是在此 我看見事兒我們不可以接受 即是 他們掌握好內政部長 學會做法律 而學會做法律 無論如何 大� medical移民局局長 巴哈魯丁此前已經解釋 系列的提问是为了审慎调查 而防止欺诈事件发生 击打州大臣沙努西日前在州议会总结时 以不点名的方式形容旅游部长张庆幸 像是香蕉树下的一尊 秃头大堵难深尊 张庆幸事后反击 只批沙努西的言行举止 不配担任一州大臣 并嘲讽对方脑子尽水 来到今天 当被记者问到会否要求沙努西道歉时 张庆幸洒脱地表示 不会理会沙努西的政治游戏 但他也不忘给沙努西忠告 如果沙努西想要吸引更多游客到州内旅游 就请管好自己的嘴巴 否则一切都是徒劳 无论如何 还是有不少的执政党国会议员 为张庆幸打抱不平 其中行动党金保区国会议员张哲敏 今天就前往医保警区总部报案 要求警方以1948年煽动法令展开调查 他表示 虽然在中议会上发表的言论拥有免控权 但不受限于煽动法令 况且沙努西的言论 亦是侮辱和藐视佛教 如果再继续允许这一类的言论 将引起各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不安 许多人依旧非常关心 日本排放核污水入海事 针对我国 水域辐射水平是否有异样 科学工艺与革新部长郑力康 今天在上议院问答环节时 做出回应 无论如何 冲作综合大楼建设基金 雪州行政议员 监津鑾区中议员黄思汗 致此时说 浦众静置华小 自2014年设立以来 深受当地父母青睐 如今已经成为浦众区内 相当有名的华小 但正也因为入学率高 所以该校迫切地 需要建设更多的客室 来容纳更多学生 众众静置华小董事长 黄福安则披露 整个综合大楼的建设费 估计是要500万令吉 一旦进攻后 预计全校可以容纳约 1700名学生 想要为华教尽你奋力 了解更多 关于台阁新州华教一眼的详情 可以浏览 tigercecc2023.sinchu.com.my 如果你还想深入了解 哪些新闻内容 欢迎留言或私信我们 也记得追踪订阅百格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